大家好,家族丰收七友和大家见面 不见大家几个月呢? 我们现在在东京准备2017年我们会在这里的一个示范 刚刚在李约热奈牢完成之后 还有四年下一次的奥运会就会在东京进行 好像在《提摩塔后书2章5节》里面所说 经赛的人如果不遵守规则 他就不能得到神的冠冕 让我和太太是一个城市宣教的事工 在未来准备奥林克克那种 将前身的世母放下来全心在宣教工作上做好 同样的也是用一个按着神给我们的守则 同样的也是用这个态度鼓励所有的童工在不同的地方 神给我们过去有两年的时间 在澳门也是有两个的事工去侍奥他 未来我都可以和太太一起在东京 在《Minnano Tameno Christo Kyokai》 TMC 里面去专心的来侍奥他 所以我们再在《家族丰收》第八集里面 将最新的进展告诉大家 好 《家族丰收8》再见 《家族丰收8》再见 《家族丰收8》再见